好过今年马总统也是到处上乡来祈福 也拜访了党内大佬跟民众博感情 不管在台北还是台中 都有非常多的民众大排长龙 就是要等着领总统的红包 虽然这个总统已经加快到三秒发一个 马上就瞬间秒杀 不过民众就怕领不到 还爆发了推挤差点发生冲突 为了抢总统红包挤来挤去 还差点发生冲突 那过年的不只总统红包很火 马总统也很受欢迎 拿了红包还要爆爆 最挫的是特勤 好在虚净一场只是热情粉丝 但总统来也不是对每个人都管用 养千长岁 总爱在叫 吓到 好猫的来了 总统阿公硬塞红包 把小朋友吓哭了急着找妈妈 好在2012这位小朋友还没有投票权 不然搞不好总统当场就又少了一票 关联准备拼连任 党内大佬得先按捺按捺 年初一马连会 修补连胜文枪结案 不及症洁的不满 还有18%被挑出来当剑拔的不爽 成功 有特别讲什么吗 谢谢 我们什么都谈什么都谈 无话不谈 谢谢 谢谢 谢谢东方 谢谢 好都有关系 都有 我们聊这个 怎么样子啊 让我们国家 国泰民安 更国泰民安 祈求风调雨顺 更连战有说有笑 马总统走春测水温 备战2012 先安捏 再攘外 总统请我廖昂黎玉桥 太平报道 好有趣